北京女排二传手井喷,北京引进丁霞究竟是福还是货? 女排半决赛将在2月12日全面打响,半决赛将采用5场3胜制的比赛,首先是天津女排坐镇主场迎战全苏班的江苏女排,之后接下来天津女排前往江苏连续打两个特场,如果比赛顺利的话天津女排将会3比0拿下江苏女排不是问题。 另一个半军首先北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第二阶段排在第三上海女排的挑战。 本赛季四强球队引员大戏可谓是大的响亮,首先天津女排率先宣布闪东女排的坚硬度清清和福建女排的复工郑易新,财大气粗的天津女排早江苏女排一步抢到了郑易新。 江苏女排一气之下放弃了本赛季的演员工作吗? 另一大看点就是辽宁女排本赛季遗憾无缘四强,不过辽宁女排的二传手丁霞和孙海平遭到疯抢, 首先是上海女排向丁霞抛出了橄榄枝,但是丁霞不为所动, 最后上海女排无奈之下引进了替补二传孙海平和复工胡明媛, 此后北京女排也顺利说服丁霞加盟北契, 那么一来半决赛就将上演丁霞和孙海平的直接较量,究竟谁更加技高一筹呢? 此前,北京女排在这个赛季一口气引进三名二传, 她们分别是孙文静、陈欣彤、成龙, 在半决赛又引进了丁霞,一共四名二传完全可以凑齐一桌麻将了, 首先是成龙本赛季转会到北京之后, 西商复发导致本赛季彻底报销了, 首先就打包行李回山东了, 陈欣彤已经转会北京女排第三个赛季, 代表北京队参加了全运会获得第三名, 但是这个赛季陈欣彤的上场机会并不多, 被孙文静压在了替补席上, 很少能有上场的机会, 偶尔作为二换三替补登场, 但是和孙文静起到作用并不大, 孙文静曾经是山东青年女排的一员, 在打完13年全运会青年组比赛之后宣布退役, 选择读书, 之后孙文静加入了北航女排成为了国手杨昊的徒弟, 之后孙文静在大学生联赛中表现不错, 被北汽女排相中, 这个赛季成功加入北京女排, 本赛季孙文静表现出色, 虽然身高不占优势, 但是孙文静技术特点鲜明, 传球拉开速度快, 和外援瑞秋配合娴熟, 最终联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带领球队杀入四强, 孙文静立下了汗马功劳, 虽然本赛季孙文静表现出色, 但是他显然没有达到主教练张建章的要求, 这不在四强阶段又引入一鸣二传, 他就是中国女排的国手丁霞, 丁霞转会北京女排, 那么一来孙文静和陈欣彤就没有登场的机会了, 丁霞肯定作为首发球员, 那么一来丁霞和北京女排的磨合就成为了一大看点, 本赛季孙文静和北京配合渐入佳境, 和外援瑞秋磨合的更加前属, 如果丁霞加入就要和球队重新配合洗牌, 在短暂的十几天里面, 丁霞之前在国家队和国手刘晓彤, 曾春蕾应该有过一定配合, 和复工配合就会成为一大难题, 不管是张宇还是李维维配合丁霞都没有接触过, 美国的迪克森对于丁霞更是陌生, 丁霞必须要迅速融入球队, 否则北京女排引进丁霞就会成为画蛇天祖, 多此一曲。 北京女排如果能够击败上海女排, 很有可能和天津女排交手, 那么一来北京女排的陈欣彤就要面临回避条款, 那么一来陈欣彤就不能登场比赛了, 当年陈欣彤不想被外人说闲话, 就离开天津女排和父亲陈有权加入北京女排, 陈欣彤走的时候天津队中还有魏秋月, 米扬, 摇底, 梦豆, 但是没想到的是陈欣彤加入北京之后就设定回避条款, 本来这个赛季上场机会就不多, 如果丁霞一来, 他可能更没有机会了, 不知道下个赛季会不会回到天津女排。 如果北京女排未能进入决赛的话, 那么一来势必会有悲果, 丁霞可能性最大, 如果依然让孙文静首发还好, 如果丁霞首发又打不好的话, 张建章也会背负很大的责任, 作为主教练这么多的二传也会造成不少选择性问题, 一旦发挥不好就有可能崩盘, 也不知道丁霞的加入究竟是福还是货呢?